欢迎收看凤凰说 在演艺圈优秀演员不断出现的状况下 过去40岁以上的70后演员有四花两宾 四大花旦张子怡、周迅、赵薇、徐静磊 以及声势很高的范冰冰和李冰冰 在30岁以上的85后演员有杨幂、赵丽颖、刘诗诗、唐嫣、刘亦菲等人 上一个影片我们分析了四小花旦是否一代不如一代 有些观众好奇为什么直接讲95后而没有90后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85后和90后年纪太近 同样都是10年的间隔来分析比较合理 另一个是90后的花旦们 特色就是数量非常众多 低成本戏剧急剧增加 每年有几百部剧产生 成为演员和明星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凤凰今天将分成三组 共15位来快速介绍 谁才是90后四小花旦 资深组、郑爽、杨子、迪丽热巴、李沁、谭松韵、古丽纳扎、李一同 这一组的花旦们虽然是90后 不过大多是1990到1992的前辈组 早出道几年名气也最响亮 今年29岁的郑爽是比较早成名的一位 也是媒体曾封为90后四小花旦的一个 演出第一部电视剧时只有18岁 就单纲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女主 也就是鹿板的流星花园 后来在当年很受欢迎的仙霞剧谷《剑奇探》中 饰演可爱的小胡耀香菱 知名度更大为提升 接着单纲女主和景博然演出《相爱穿梭千年》 以及和刘凯威的《寂寞空庭春雨晚》 都有相当好的表现 2016年的《微微一笑很清晨》 更是一部到现在都很经典的偶像剧 奠定她和男主角羊羊在演艺圈的地位 不过在这之后却没有了受欢迎的作品 使得原本身是如日中天的郑爽 在这两三年越来越少人提起她 1992年生的杨子童星出道 尽管今年只有28岁 出道竟然已经21年 12岁时就饰演加油儿女中的高中生下雪走红 22岁时在《战长沙》中饰演女主胡香香 全是一位少女逐渐跨越年龄和身份的成长历程 后来的杨子演出了许多受欢迎的电视剧 包含两季欢乐颂 近年的时装剧《亲爱的热爱的》 和李线搭档CP也受到观众喜爱 跨足古装剧的杨子也闯出了一番天地 除了2018年爆红的《香蜜沉沉浸入霜》 也主演过《天际之白色传说》 《龙珠传奇》等剧 在众多90后花旦中 算是收视表现稳定 形象清新的一位女演员 杨子和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以及和吴亦凡合作的《青三行》 更可能成为明年度的大热门 杨子的表现持续看涨 同样是1992年出生的迪丽热巴 拥有维吾尔族的血统 深邃的五官和高挑的身材 外形非常出挑 是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明星 不过迪丽热巴其实是从小配角演起 22岁的时候还在杨幂的《古剑奇谈》 刘诗诗的《风中奇缘》这些剧中 演出戏份非常少的配角 迪丽热巴后来逐渐单纲女一 2017年漂亮的李慧珍 让她收获了很大的回响 2018年在两部古装剧 《秦始丽人》 《明月星》和《烈火如歌》中 饰演女一 也在这一年获得了精英女神的殊荣 她是目前唯一一位 拿过精英女神的90后演员 过去获辞殊荣的 可都是刘亦菲 刘诗诗 赵丽颖这样等级的女演员 2020年 迪丽热巴更靠着一部《三生三世》枕上书 成为流量的大热门 再创高峰 可以说是90后演员中 非常闪耀的一颗心 1990年出生的李慶 年届三十 李慶20岁就以李绍红的大剧《红楼梦》 饰演薛宝钗出道 颇引人注目 有了这样好的起点 李慶陆续演出了不少时装剧 像是《千金归来》 《花开半夏》 都是单纲女一号 但是在她20几岁的这几年 却没有太突出的作品 整体来说有些不温不火 直到2017年 李慶在《白鹿院》中饰演田晓娥 是一个周旋于众多男子之间的女性 以及在《楚桥传》中饰演可怜又可恨的圆纯公主 大大突破了她以往的角色限制 李慶的外形温柔婉约 使她大多接到形象温良宫简让的角色 像是《庆云年》中温柔可人的林婉儿 如意传中的爵士美人寒相见 虽然这些角色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也令人喜爱 但是李慶仍想追求突破 因此今年《锦绣男歌》中 可以看到她首次演出武功高强的杀手沈黎歌 以及《狼殿下》中 从天真少女到独当一面的马摘星 算是一位在这两年间 身世突然大涨的演员 相较于前面三位90后 在今年满30岁的谭松韵 是比较婉红的一位 曾经在《甄嬛传》中演出智能的《纯藏在》 后来在《最好的我们》 《旋风少女》等剧中演出青春的学生 由于外形的关系 使她总是在扮演可爱少女 也让她的戏路有些限制 2020年的锦衣之下改变了她 这一部在成本和观众预期 并不是太高的古装剧 最后创造了非常好的收视 也让她终于走红 紧接着播出的《以家人之名》 三个孩子两个爸 不是家人却更似家人的亲情故事 感动了许多观众 更创造了非常大的回响 让谭松韵在30岁这一年 挤上了90后花旦的名单 今年只有28岁的古丽娜扎 也是90后演员的一员 20岁就以轩言见之天智横出道 第一部戏便和胡歌 刘诗诗唐嫣这样的大牌合作 古丽娜扎有维吾尔族协同 五官深邃相貌美丽 在学生时代就很受瞩目 被誉为背影笑话 更是刚出道就获得了 许多难得的演出机会 2016年演出先见云之凡 单纲女主 2017年参与当时备受瞩目的大剧 和陆涵演出则天记 可惜这两部主演的古装剧 评价都偏低 后来的作品也都没有什么关注度 在后期有点被人渐渐淡忘 算是颇微可惜 30岁的李依童 最知名的代表作 大概就是2017年版的射雕英雄传 在剧中饰演女仪黄荣 而这一版的射雕 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0 接着演出的《魅者无疆》 《何里华庭》 也都还有不错的口碑 但是今年以来 和陈建兵大谈老少恋的《爱我就别想太多》 搭配老戏谷的演出 却惨不忍睹 豆瓣评分只有3.3分 在90后花旦人数众多 网剧不断推出的状况下 本来就比较网红了她 后期也是声势稍弱 新秀组 菊敬毅 赵露丝 关小彤 张雪莹 白露 1994年出生的菊敬毅 以女子偶像团体SNH48出道 在这种人数众多 个人形象颇为类似的团体 菊敬毅在四次总绝选 拿了两次的第一名 由于会唱歌又能跳舞 外星也十分亮眼 是一位人气很旺的偶像 跨族演出电视剧的菊敬毅 20岁时在九州天空城中 饰演女二雪飞霜 当时一生仙气的旷世美颜 让许多观众感到惊艳 24岁时 在云西传中单纲女一号 创造了相当好的收视和反应 奠定了她歌手跨族演员的成功基石 陆续在今年演出了漂亮书生 和如意芳飞等剧 菊敬毅的优势在于 她在歌手领域十分成功 跨族演戏的她 外形又十分适合古装扮相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她在这么多部古装剧中的扮相 实在都太类似了 缺乏了些鉴别度 相较于高乐美颜的古装剧女主 赵露丝就像是一位 具有亲和力的邻家女孩 在许多小品网络剧中 带给大家无数欢笑 今年才22岁的赵露丝 堪称是多产的网剧女王 短短三年间就有高达九部作品播出 从早期的蒙西石神 《我的皇帝陛下》 到今年的三千压沙 都有终上的评价 不过让她身世看长的 最主要的还是今年的两部戏 第一部是传闻中的陈千千 意外的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豆瓣评分高达7.5 接着在时装剧《我喜欢你》 和大树总裁陆镜大谈老少恋 再度掳获了不少观众的心 如果要说 以小成本排除大效果的网络剧 那么最成功的女演员 大概就是非赵露丝莫属了 不过毕竟小品网络剧 还是和高规格的大剧有落差 赵露丝目前仍局限在甜宠小品剧 但是有着前面的好表现 未来会有更大的空间 今年23岁的关小彤 可以说是90后末段班的代表 同心出道作品高大上摆布 擅长钢琴也会跳舞 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表演 7岁演出电影《无极中的小寝城》 19岁以好先生一剧 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 关小彤年纪轻轻 就拥有不少令人艳羡的机会 还是学生时就在九州天空城 轩辕见之汉之云 凤求皇等多部古装剧担任女主 不过这几部戏的评价都不是很高 最坦的大概就是豆瓣 只有2.7分的甜蜜暴击 直到今年以来的二十不惑 才算稍微挽回名声 有些人认为关小彤的演技 原本是很不错的 但学生时期接了太多戏 反而没有在北京电影学院 好好进修专业 后来的评价反而不如从前 今年只有23岁的张学英 比起前面几位 算是比较低调默默的一位 同样也是出身同心的她 很早就踏入演艺圈 15岁演出《美人无泪》中的婉宁 17岁演出《神雕侠侣》中的郭湘 这两个角色虽然都是配角 却让她备受关注 2018年在《泡沫之下》中饰演女主 2019年在《白发》中再度担当女一号 让她名气大为提升 在央视版本的《九五后四小花旦》 又把她纳入名单 26岁的白鹿以非科班出身 也不是同心的经历来说 在出道第三年 就在仙侠剧《招摇》中饰演女主 可以说是心路顺遂 在烈火军校中也有还不错的口碑 虽然外形也是貌美 但经常在电视剧中 担任女汉子类型的角色 或许成功地建立了差异化 今年白鹿和罗云西的时装剧 半是蜜糖半是商 也在众多甜宠剧中杀出重微 大受欢迎 算是这两年的后期之秀 相较于前面的演员 大多是演出大众口味的电视剧走红 凤凰认为需要特别点评一组演技派的《九零后》 他们的作品或许比较小众 成就却无可忽视 1992年生的周冬宇 今年只有28岁 却已经在今年末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三金大影后 也就是继周迅张子怡之后 拿下金马奖金像奖金纪奖的第三人 要说演技 可以称得上是90后无人能敌 周冬宇18岁时 以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出道 24岁以电影《七月与安生》 拿下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28岁以电影《少年的你》 拿下金像奖和金纪奖最佳女主角 除了这些最知名的 更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奖项 不过毕竟有些电影不是人人看得懂 所以周冬宇的知名度 或许还没有一些花旦来得高 跨足电视剧的他 早年演过《公所城乡》 近年来演过《麻雀》 《幕后之王》 不过收视和评价都是中等水准 算是种专业演技型 而不是大众口味的演员 但是成就斐然 以2017年最受瞩目的另类电影 《血观音》走红的文琪 剧中那位外表纯真善良 其实却臣服很深的恐怖小女孩就是她 这个角色让年仅14岁的文琪 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当年度胎也以电影《佳年华》 同时被提名入为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今年的她只有17岁 可以说是年轻的让人惊讶 也陆续投入演出电影 并跨入电视剧拍摄 目前在拍摄《星神雕侠侣》 饰演郭湘 19岁的张子峰同新出道 8岁时以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 获得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你没有听错 正是你我都还在吵着买玩具的8岁 人家已经演戏得奖了 许多资深演员对她的评价都极高 像是曾经合作的港星张卫健 说在一群小女孩中 一眼就看见了当时11岁的张子峰 当时她还不知道 她就是那位8岁得奖的小女孩 张子峰本身的表现也让她刮目相看 张子峰后来就读了北京电影学院 17岁的时候又以《你好之华》 被提名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在专业演员的道路上 张子峰也是令人看好的一位 看完了这15位90后演员 资深组的前辈们出道多了几年 在知名度和作品上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新秀组后来居上 许多在这两年间开始急起直追 演技组则是独树一格 虽然知名度远远不及 在演技成就上却是其他两组所不能及 过去2016年南渡娱乐周刊 以173万网友和111位业内资深人士评选 选出了郑爽周东宇 关小彤杨子四小花旦 如今过了四年情势又大不相同 凤凰认为以2020年的表现来说 如果要选出90后花旦 三金以后周东宇 出道多年表现稳定的养子 精英女神迪丽热巴 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三位 剩下一位就比较难选了 观众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心目中的2020年90后四小花旦又是谁呢 最后要来回复一下观众经常有的疑问 为什么媒体排的排行榜没有谁 怎么会有他是不是乱排 许多偶像只是红在你的生活圈或年纪圈 特别是大部分的网友们只看热门电视剧 但是媒体评选还包含电影领域 以及才华影响力奖项等其他指标 单靠几部网剧罢评是不足以上榜的 这个名单也是会一直变动 名单就像是一种奖项而已 不是不上榜或没得奖就代表不够优秀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电视剧和演员介绍有兴趣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影片